《百日之下》是一套由真實故事改編的香港電影 揭避殘疾院寫的黑幕 這套電影最近越洋來到第42屆溫哥華國際電影節放映之餘 還入爲了第60屆台灣金馬獎獲得五項提名 真是很特別的一個旅程 我記得我收到電話通知我可以入到溫哥華國際電影節 我第一次都很放鬆 但很快就覺得這樣又沒有哭 但也有一點顏色很感動 我2009年畢業 應該是十幾年前 中間也有回來 但這次是帶著自己的作品 帶著自己的電影可以回來 所以特地到處逛逛 記得以前還是在那裡惆怯 是不是可不可以入行 可不可以真的做到電影工作者 那些地方都逛逛 所以是一個挺特別的 還有挺有意義的一個旅程 我都是其實兩天前 因為時差就是這邊半夜 有位好朋友的 都是香港的一個導演來的 都出名 不過我不開名 他陪我一起去看 然後我看到這麼多位演員 還有幕後兩個美術獎都入圍 我開心到在街上大喊著半夜 其實真的不容易 裏面有很多過程都遇到很多困難 最後可以去到今晚張勇舞台 我們自己是 有感觸 但也很開心 這裡死人很閒 每年都是第六個 你覺得很離譜 這些事情每天都在發生著 其實在2015、2016年 這個是挺轟動香港的 有一連串的報道 是偵查報道來的 是有安老院和殘疾院舍的一些虐待事件 當時我是很被新聞觸動到的 但是當我想去拍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不是想只是拍那件事 所以我都要找一個角度 我就打了好幾個電話 然後找到偵查報道背後的一些記者 約了他出來去聊天 去做研究 我發現原來記者的自己內裏的掙扎 和一些心路歷程是很努力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角度 去看那件事 就開始了 或者五年前就開始了八日之下 這個故事的創作 你覺得十年之後 還會不會有記者 我也有很多訪問提過 其實我不是想拍一個 超級英雄的電影 很多時候很容易會以為我在這個殘忍的現實裏面 可能記者做了報道 改變了 世界就光無聲平 一片安靜平靜 但現實我不是這樣 很多時候其實可能 新聞工作者和典工作者都很 有件事很像 就是我們可能很努力 譬如記者去追求真相 但最後你未必得到那個優惠 你未必得到那個光環 惡未必有惡報 好也未必有好報 但為什麼他們仍然堅持呢 我想那個角度是我想探討 想說的一件事 尤其是現在可能各樣原因 大家都會去問 其實還有沒有人去關心真相呢 記者 新聞工作者 究竟現在這個社會 它的定位是什麼呢 它有什麼意義呢 這些所有的東西 我們都嘗試放在電影裡面去探討 我每一次都說 用不了Enjoy the movie 享受電影 因為其實未必是用享受這個字 但裡面有很多情緒 也會有一些信息是令觀眾有共鳴 有感動 而最後這些事不是想去打沉觀眾 去散播絕望 其實裡面是充滿了很多希望 希望都可以令到某些觀眾可以食壞 為得到安慰 這是我最想做到的事情 人是滲亡的動物 過兩天他們都不記得我們做過什麼 不是啊 如果有人記得的話 兩天都好